欢迎观看AutoFrame系列视频 智能营烧第三集 我是Ken 我将介绍我们最新的第八代数据传输接口 MK8 DTI 跟DTI链接的设备 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功能 以及新的DTI规则系统 MK8 DTI具有12.1英寸电容式触摸屏 是用户与多达10个MK8 MM或Mini MK8 MM 10个MK8烟氛仪 10个氧气和空气压力传感器 以及10个输入输出模块之间的通讯网关 DTI与这些设备的距离可以长达1000米 由DTI收集的所有信息 可以存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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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可以存储存储存 而且可以使用DTI管理软件 全空气的顺序 选择组锅炉和调节 单个烟烧器的烟烧率 在DDI和DDI管理远任上的可视数据包括 但不仅限于需要和实际的设定值 燃烧率、故障状态、转向和参数 EG上的排放数据、氧气空气压力等等 这些读取如何协议功能也可以通过Mobus 在BM建筑管理系统上使用 BAC-NET协议通讯可以通过Portnode转换器跟DDI链接 在MK8DDI上 规则系统允许用户设置对预设事件的操作 这些规则的输入可以来自于任何以来自的承控器 烟氛仪、压力传感器、输出输出模块或者DDI本体 跟PLC结构不同 这些规则的参数是在系统体系结构内设计的 因此不需要外部编码或配置 根据触发事件 可以将规则配置为 进行一些操作 例如向最多10个邮件地址发送邮件 调整单个燃烧器设定值 调整逻拟输出 触发数据输出 或输出报警状态 例如在这里 我们将一个AutoFail的烟气压力传感器 安装在主烟气管道上 我们既可以监控起压力 也可以设计一些DDI规则 如果烟气压力传感器的毒素高于或低于阀值的时候 可以触发一个故障 或者发送邮件到指定的邮箱地址上 这个故障可以设置为错误或报警 最多可以创建100条单独的规则 从而可以对所有组件进行广泛的监控和控制 这些组件不仅限YotoFrame产品 第三方设备也可以通过输入输出模块 链接到DDI上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呢 就是规则系统的一个列表 里头有最多可以设置100条规则 那我们先看一下前面4条规则 大概它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呢是设定 如果当这个承控器出现故障以后呢 它会发送一个邮件给锅炉房的经理 那第二个和第三个第四个呢 是跟主热气压力有关的 就是说当这个压力低于20毫升的时候呢 它会发送一个邮件到紧急邮箱那里 然后第二个规则就是选定该燃烧器的燃烧率 然后把该燃烧率呢调到低火位 从而实现这个保证燃气的一个足够的压力 我们有更多视频正在准备中 请在下一期观看关于燃烧问题提供的更多智能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